一场学运再度挑起了马总统跟王金平院长之间的跟敏感的神经 而他跟这个国民党之间确认党籍诉讼案呢 台北地院三月一审的时候判决王金平胜诉 但是国民党决定要再上诉 那么特别是最近王金平一出手呢 就替学运找到了台阶下 但他所发表的言论引发了国民党的反弹 被认为是让这次国民党提出上诉的主要关键 立法院长王金平一到立院现场关键性的发言 让太阳花学运顺利退场 马总统没做到的王院长办到了引发党内杂音 就这么巧一审胜诉的王金平确认党籍诉讼案 国民党在这个敏感时机提出上诉 如果是不上诉的话 马上对国民党党务力运作严重发生挚爱 而且会有回溯既往的效力 过往对撤销党籍处分的几百个案例 发生效力未定的问题 有没有这么巧 会不会是马主席的逆袭报复 律师一概不回答 只强调一审判决理由 有很多的法理跟制度上的疑问 也担心相关的判决 可能造成党籍的制度崩解 王金平个案变成通案才会上诉 王金平委任律师 为联系上当事人不愿多做回忆 记者林东明周宇如台北采访报道